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这个频道的第二个教程 这次这个教程主要是去带大家做我之前发过的一个作品 首先这个作品是基于iOSystem的一个作品 我们先把这个元件放出来 然后把下面的这个text的这个元件点开 关于iOSystem的具体原理和一些玩法 在TA community里面其实是有很详细的讲解的 大家其实可以在b站去搜索一下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生成一个这种竖的形态的一个元件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给它去做一些比较随意的去加一些内容 比如我去复制这些内容 在这里面它就会生成出来非常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 那么如果大家在这里去节省时间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不断的尝试 比如去减a或者是去减b 它都会有生成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竖的形态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调整 甚至如果把这个af改成a 对 改样a的话可能它熟知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但这个地方我就不去进行一个细讲了 因为在TA community里面可能讲的比我更加清楚 那么我现在就直接把我之前试出来的一个模式拿出来放在这里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代码形式 大家可以去抄一下 如果说不想自己去尝试的话 那好我们继续 在l system后面接一个texture 好的然后呢在这个后面我要去主要是介绍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用到了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大家如果一键三连关注我 然后去私信我的后台我会把这个元件发给大家 这个元件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元件 我先给大家拿过来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unwrapper这样的一个元件 把它拿进来 好这个元件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把我的一个三维的一个元件 把它转换为一种 转换为一个二维的 点云图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把这种蓝色的一个三维元件 转化成了一个top的形式 利用这样的一个元件呢 我们就可以去 用geo里面的instance 去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操作 去在这个里面去加入很多的一些效果 比如在中心加noise或加limit之类的形式 大家可以去自行去尝试 那好我们去给它改个名字叫pose 第二个 接出来 在这里其实是一个normal 一个点云图 在这里其实我们一会儿并不是很需要它 再接一个no 那么这个no呢 我们之后想去用它来去给我的 这个模型去进行一个上色 去做一些颜色上的处理 所以我把它命名为color 那好 然后我们来去搭建一下 三维的geo的instance的一些基础设置 基础设置 首先加一个add 在这里点开add points at home 加一个convert 将convert to这里的polygon 转换为particles per point particle type这里 从render as line 改为render as point spread ok 好 在后面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基础设置 就是 加geo 加camera 加light 所以是我们的render 好的 然后去设置我们的instance 在geo里面把instance打开 把post放到translate 这个栏目下 然后在这里加入rgb 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 刚才的点云图 已经变成了三维的形式渲染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后面加一个no OK OK 但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树 这是没有颜色的 在后面加一个 在颜色这里加一个noise 把monicron关闭 把monicron关闭 然后在output这里把noise关掉 好 然后回到instance的instance2里面 找到colorout 把我们刚才的color放进去 所以这个rgb 放到里面去 这里帮你加了一个 它的材质 加一个point spread 给到geo 所有material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颜色已经出现了 rgb key 加一个背景 颜色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 而这里的颜色我们在上一期其实讲过 用top来作为一个instance的形式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点源的方式 在这个里面有512乘512个点 那么这每一个点呢 每一个像素点都代表着一个 在三维坐标中的一个点 那这里面的rgb 也就分别代表的是 在三维坐标当中的xyz 这三个坐标 那么这就是post的一个实现逻辑 那么color的话呢 也同样的 就是在每一个点上面 它所代表的像素的颜色 就赋予到对应在三维当中 xyz上面的这个点的一个颜色 那我们在这里如果去给这个 noise加一个个动画 你就发现这个颜色 背后的这个树的颜色 也会跟着我们noise的变化是变化 可以让它的速度变得慢一点 这样的速度就会变慢下来 好 OK 那么我们想要让这个颜色工作的细节 在Noise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调整 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个调整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范式 然后我一般会在后面接一个Math去进行调色的时候 进行一个Math去调色 在ToRange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RGBA 三个可以调节的选项 那么这里对应的其实就是在这个图像当中 它的Red红色的数量 Green绿色的数量和Blue蓝色的数量 那么比如说我想在这里让它的红色少一点 然后我们要加入到当中有一个主体 类似水晶的这么一个效果 我会在Pose这里加一个Noise 把Monicron关掉 把Offset拉到0 把Amplitude调小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一会给Exploment这个地方去加一个动画的话 就会实现在之前的作品当中的那个一个样式 一个这种呼吸感的一个效果 OK 其他的这些数值大家都可以去自行去调整去玩 可能会碰撞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效果 Touch Designer非常迷人的地方 OK 我们可以在摄像头这里去调整一下视角 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去进行一个展示 OK 大概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好的 一会儿最后我们去给它在Exploment这里加一个动画 好 现在整体这个颜色上可能会略显的暗淡了一些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去给它加一个Level 再Add 然后在Level这里可以再去调节 这里面的一些颜色的变化 当然这些都是根据各自的一个设计和喜好 可以想怎么去玩就去玩 然后在这里我会用到一个官方的一个插件 在ImageFilter之里加一个Gloom 让画面会有一种闪烁的感觉 OK 大概我就是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节自己想要的颜色的效果 好在这个地方我发现现在整个颜色的一个变化没有特别的明显 那么我可能在这里再加一个RAM OK 然后在Output这里把这个勾选上 然后在RAM这里去进行一个调节 首先是先将这个地方加一个白色 把Type这里改为Circular 然后在Face里加一个动画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体的一个颜色会根据 这里图像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动画 速度有点快 所以就再减小一点 除以特殊 现在我可能觉得整体的亮度有点低 再加一些 在这个地方加一下它的亮度 可以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个动画 然后我们提到在Noise这里 在Exponent这里可以去加一个动画 好那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我想加的一个动画是一个从 0.1到1.26 这样一个数值的变化 然后我就用一个LFO 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TROP的一个元件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通过 它是可以自动的在两个数字之间去进行一个调节和动画的 在Fricacy这里去减少的数值的话它的速度就变慢 在后面接一个Math去调节它的数值到我的想要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从-1到1的一个变化 那好我们就从From Range这里改为 从-1到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数值通过Math的一个调整就变成 就从-1到1变成了0到1 那好刚才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从 0.15到1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到TroPen这里写到0.15到1 非常简单 然后用NOW在后面去打个复义成 你可以看到动画就是这样做出来了 好现在呢可能我认为整个画面的颜色还没有特别的凝快 那么我会在后面去进行一些继续进行一些调整 就是后面再加一个LEABLE 这个LEABLE我们可以去加大它的一个对比度 还有它的亮度 还有它的亮度 甚至我们可以在它的后面接一个BLUR 单拿出来一个BLUR 去给它加一些光影的感觉 再加一个LEABLE 再加一个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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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画面就更加亮起来了 如果提高这个PrayStrange这个位置的一个数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会有更多这种闪烁的感觉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这个数值 后面接LEABLE是可以通过它去来调整整个这个位置的一个变化 甚至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用刚才LFO的方式去给它加一个闪烁的一个动画效果 好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它的这种运动状态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在Noise这里再给它加一个动画 好的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 在它不断的放大缩小的同时 它也是在里面的细节也在不断变化的 这个效果就会比刚才更加的丰富一些 好的今天这个视频呢 全部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样一个作品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快就可以做出来的一个快捷的一个作品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得到这个unwrapper这个文件的话 大家可以一键三连去私信联系我 那么我现在再来仔细的介绍一下unwrapper这个插件它还有什么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将一个三维的一个元件去转化成一个top的形式 并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个top去在其中加入一些像Noise Limit之类的一些元件去调整这个画 调整这个图像 从而去实现一个instance的一个不同效果 那么在这里比如说我去给它换成一个sphere 就是一个球 点开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把它替换掉 然后我把这个noise也关掉 你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样一个unwrapper 它可以把一个三维模型去转化成了一个 点云的形式并且在里面去添加了更多的细节 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作用 或者我们换成一个box 你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功能还是挺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生成 我们去做很多的模型 一些低模的时候 可以用它去给它添加很多的细节 让它变得更加的圆润之类的 OK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我的教程之后 可以用cash designer做出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品 然后去和大家分享 可以给自己做一些壁纸 动态壁纸什么的都很好 如果大家有做出来这样的一些作品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看 好的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